好 立刻來關心一下 目前尾巴的戰況 那坦雅胡他已經宣布說 目前攻入到了 加薩市的心臟地帶了 那哈馬斯的首腦心瓦 也被困在地下碉堡 他們說現在正在收緊包圍網 要摧毀哈馬斯這些恐怖分子 所以他說他們現在已經 殺了許多這些恐怖分子 那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就是要瓦解地道來殲滅哈馬斯 恐怕要花數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全面的在這個地道戰裡面 把哈馬斯給殲滅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 加薩民眾 又看到了這個乙軍已經攻進來的 然後他們就講說 這其實在往南撤的過程 非常的難熬 因為他們整個被包圍 所以原本沒有逃出去的 在加薩這邊 還遺留下來的一些居民 他們還是陸續在往南撤離 但是他說很難熬 因為這些坦克車朝著他們的附近開火 就旁邊還有一些戰火 所以他們最後得要舉著白旗 才能夠通過 因此哈馬斯就講說 你根本是想要羞辱我們巴勒斯坦人 一定要舉著白旗 你才不會攻擊 所以其實以色列只提供了四個小時 讓他們剩下的人全部的要趕緊撤離 那我們看到以色列的前總理也認為 其實整體來說 全球的輿論已經開始在轉向了 反對乙軍對於加薩的攻擊 特別是美國 對於以色列來說恐怕只剩下幾周的時間 能夠整體來消滅哈馬斯 所以時間並不是站在以色列這一邊 全球的輿論 感覺反乙的這個風潮 反乙的這樣子的一個聲浪 都已經逐漸的興起了 那我們看看 以色列說哈馬斯是利用醫院 在作為掩護 所以他們才會炸到這些醫院 印尼就講說 你這是在製造這種攻擊 以為這種攻擊 為這種攻擊在製造輿論 所以他講法是這樣子 那是因為哈馬斯設在那邊 可是你看世界衛生組織講了一番話 他說不管怎麼樣 對於加薩醫院任何的攻擊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們只是在乎說 人民人們有沒有有尊嚴的 在醫院裡面接受治療 而不接受以色列任何的說法 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目前開戰已經一個月了 所以等於是開戰滿一個月 可是真的是血洗加薩 已經有破萬名的加薩民眾死亡 罹難人數已經超過了烏克蘭 其中至少4000多人是孩童 我們看這個巴勒斯坦的總統 總理甚至還講到這些 看到這一幕一幕哽咽失聲 我們來聽一聽 看了滿難過的 另外一位加薩母親 她說她不願意洗掉手上的鮮血 我們也來聽聽 很顯然是孩子可能罹難了 她手上是孩子的血 她不願意離開她的孩子 所以真的講起來是蠻難過的 另外我們看到愛爾蘭新分黨 現在公開呼籲說要驅逐 這個以色列的大使 他們是講說 現在就給我收起行囊 立刻滾出去 是講得非常的兇 非常的生氣 現在就走 還有包含伊朗的總統 也點名指責美國 是不是在縱容以色列 殺害平民 這是所有罪行的共犯 比利時的總理更是講說 真的是看不下去 以軍的攻擊根本不成比例 這樣子對於加薩來說 是一個人道危機 所以我們攤開這樣子全球的地圖 目前我們這樣初估統計 有21國遍地烽火 正在進行抗議 這些新興符號 騙及了美國 南美洲 還有歐洲 這個 還有非洲 甚至是中東地區 是最密集的這樣子的一些抗議 已經有一些國家撤離了外交官了 比方說像是哥倫比亞 比方說像土耳其 沙國都已經撤離外交官 甚至玻利維亞是已經宣布跟以色列斷交 他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讓以色列趕緊收手 其實現在因為納坦雅胡 好像昨天已經有透露出來 準備要來佔領加薩 但是白宮卻說 雖然我們跟以色列是盟友 但是我們不見得什麼事情 都跟他站在同一立場 所以白宮是並不贊成 以色列在戰後佔領加薩 他說也不支持強迫加薩走廊的 巴勒斯坦人遷離他們原本居住的地方 那我們看看 這其實拜登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 他有希望納坦雅胡停火三天 但是最後被納坦雅胡給拒絕 拜登只好講說 這是希望能夠人道主義的暫停 但是仍然沒有機會跟納坦雅胡通上話 所以看起來美國對於以色列也無可奈何 就連現在美國國務院裡面 都已經有傳出這一份文件 就是說許多的官員 對於美國政府的尾巴政策 非常的不滿 這些外交官員對於拜登處理 拜登政府處理尾巴衝突的方式 提出了非常尖銳的批評 顯示現在美國政府內部的立場 也存在了很大的分歧 但是你看看 美國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夠人道停火 一方面還又給了以色列 102億精準的炸彈 這樣的一些精準炸彈 布林肯講說 這是小型的炸彈 可以減少平民的傷亡 減少又不是沒有 所以這個標準是讓人家覺得很奇怪的 一些軍事人家在講 他就說你不論再怎麼樣 以軍現在這種作戰模式 如果不徹底的發生改變 是很難真正降低平民傷亡的 所以你再小的炸彈都一樣 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你講的沒有錯 不過他那個炸彈並沒有變小 是更精準 但是他的爆炸威力 作戰半徑是沒有變的 所以他打下去的時候 那附近的所有的這些平民百姓 一樣是照樣死亡的 所以布林肯的這個說辭 沒有辦法說服學軍事的人 我們再強調 也就是說他只是更節省彈藥 例如說本來我炸這個面積 我可能要用兩枚彈 三枚彈 因為以前的炮彈沒那麼精準 我現在要用一枚炮彈就可以打掉了 他比較精準 但是他的炸彈的炸身面積 是一樣的 所以他對於炸彈爆炸之後的 旁邊的平民百姓的傷亡是一樣 更何況在地面上 哈馬斯的這些軍事的碉堡設施 是不存在的 他都是已經潛藏在地下 因此布林肯的這個邏輯 是完全沒有辦法說服人 我覺得以色列已經把他的底牌 泄露出來了 就是用加沙河做南北分界 加沙河可以作為一個天然的分界點 他目前看起來是要掌控 佔領整個加沙 因為北加沙這個地方 目前來講 你看已經快一半的都被摧毀了 這些房子也沒辦法再重建了 一定是整個產坪 重新建一個新市政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以色列看起來是想要併吞 加沙河以北的這塊土地 所以對於人會無情的殺戮 然後難民往回撤 然後最後他掌控了 整個地方掃蕩完了以後 他的這個地方軍力部署進來 然後產坪整個北部的這些平地 重新建一個城市上來 然後以色列人就移民進來 看起來內塔尼亞胡 是要朝這個方向走 再多佔半個台北市 至少三分之一台北市 這麼大的一塊土地 當然在這一點上 拜登已經沒辦法忍耐了 可是問題就是 拜登會真的反對嗎 我懷疑 他說他不接受 可是他敢反對嗎 不一樣 不支持跟反對是不一樣的 不支持台獨跟反對台獨是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拜登又在玩這個話術 玩文字遊戲 我覺得歷史大家會記得 以色列這一次的過度的 報復性的反擊 造成了這麼多的無辜百姓的傷亡 一萬人以上幾千個婦女兒童的死亡 這些都是無辜的人 這樣子無情的殺戮 我覺得全世界的歷史都會記著這一筆 以色列在未來的任何時候 任何歲月 這一段的歷史 這一段的骯髒的 滿手歇血的歷史 都會被活生生的 不斷的重新提出來 好 接著我們來問一下倫老師 以色列的做法 納坦尼亞胡的做法 從一開始就是這個樣子 甚至在10月7號以前 他為了展現從印度 經過以色列到歐洲的鐵路當中 他就已經表示 整個以色列底頭就沒有加薩 也沒有約旦河西岸 納坦尼亞胡的做法是非常高調的 美國的做法其實陷入了兩難 美國的做法在思考上的 搞不好還不如我們在台灣的 我們在台灣一開始就覺得說 跟以色列這邊 談到任何事情的話一定要反對 就是說要起碼要有三個原則了 第一個原則就是立即停火了 然後第二個用國際法來解決 把它善為建國 然後第三個的話 進行戰爭的話要有人道主義的考量 然後這三個部分的話 以色列先生完全不管 布林肯 美國的國務卿 到了以色列三次了 第一次去的時候高調支持 說他自己是猶太人 第二次的時候無功而返 第三次的時候起納坦尼亞胡 暫停 還不是停火 那個Pulse跟Sith Fire不一樣 但是納坦尼亞胡考慮都沒考慮 馬上拒絕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這個戰事會越來越擴大 這個擴大的方向 對後世產生了三方面的影響 第一個我覺得納坦尼亞胡 根本不在乎有230名人質 在哈馬斯手裡 哈馬斯現在拿著這個人質當中的話 我覺得會清零清光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以色列極有可能不但佔領家上 也可能佔領約旦河希望 約旦河西岸 就是整個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完全佔領的區域 因為根據過去幾次中東戰爭的結果 以色列只要打贏了勝仗 他絕對是佔領土地的 絕對不還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現在就是想辦法要說服埃及 開放邊界 讓這些巴勒斯坦人 都到了新台半島去 這是他的做法 第三點的話 我覺得這裡面特別提到比利時 我覺得比利時的總理 之所以好像是在反對這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整個歐洲 歐洲現有包含法國在內 他們的阿拉伯人口都非常多了 覺得百分之十幾 大概是跑不掉的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自己國內的安全 還有涉及到未來戰事的擴大 以及的話 要不要姑息縱容以色列到什麼程度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這一次之所以 大家看得比較明白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新媒體的發達 人人都有手機的感覺 所有的訊息都送出來以後 大家看了真的覺得是太慘了 這個例子太多了 而且一萬多人裡面 小孩就死了三四千人 這還得了 好 來 溫建長 我今天在Twitter上面看到一個影片 也就是一個記者 他的車子被一個媽媽攔下來了 然後那個媽媽抱了一個小孩給他 但是我看那小孩大概已經過世了 他們要請那記者趕快送他到醫院去 結果現在以色列要攻擊的 就是醫院 他說醫院下面有各種地道什麼的 這個問題印尼的外交部 以及他的非政府組織 第一個就站起來說不是 為什麼 因為印尼在加薩裡面 他有醫院的 他說醫院是要拿來救人的 什麼時候他們變得跟哈馬斯在一起 他說沒有這件事情 這種零零種種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剛剛翟軒在盤點這一些 也就是有21個國家抗議 有7個國家斷交 以及禮拜六 禮拜天 沒完沒了的抗議 現在政治人物腦袋還在打鐵 很快就變成選票了 所以我們很快就會看到 如果以色列再如此打下去 選票會說話的 選票說話 第一個改變立場的就是拜登 那小縣長來拿這一個國際人道法 給大家看 這裡講得非常清楚 任何衝突的一方 你都要設立中立化的地帶 你要給人家人民一個 可以保存性命 或者是疏散的地方 第二個 傷者 病者 弱者 老者 這一些要能夠撤出 不是你想打就打的 另外 現在一直說攻擊醫院 那我就拿20年前的這張照片 大家看 這個還是美國的公共電視 這個是誰 這個是2003年的美國國務卿 鮑威爾將軍 他當時是怎麼樣信誓旦旦的說 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的武器 有核 有生物戰技 有化學戰技 但是2023年的今天 美國根本拿不出證據 連電影都拍了 根本拿不出證據 意思也就是從頭到尾 他在這是在聯合國的場域裡頭 說謊其實只是要滿足美國的一個霸權思想 那個霸權的一個目的而已 現在以色列這樣做 不過我們轉個頭回來想說 大國的競爭 首要的目標是什麼 是少犯錯 現在美國一天到晚講 說大陸的崛起也就是當時的戰略機遇 什麼時候也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 你美國這樣帶著以色列胡作非為 中國還繼續強最少20年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馬上回來